紧一之下得知两个孩子的百日宴交给他们来准备 原母和玲玲不但没有嫌弃事情繁忙 反而很是开心 这大抵就是长辈们特殊又纯粹的爱了吧 娘 姨 叔 你们可有的忙了 还这么高兴呀 惊吓吸了吸有些酸涩的鼻头 故作打趣的问道 心情大好的原母 连带着语气也飞扬了几分 你娘我就乐得高兴 这些我们自然会准备好 你跟一儿就别操心这个了 是是是 我娘最厉害了 惊吓恭维道 转而开口 大人说让我今天早些过去北镇福斯的 我得出发了 去吧去吧 记得把备好的饭菜带上 原母冲着她急匆匆离开的背影喊 知道了 这孩子 自己都当娘亲了 还这么冒冒失失的 原母带着些许嫌弃 实则是关心居多的对玲玲他们唠嗑 玲玲笑了笑 安抚她原大姐 惊吓有路易看着 能保持她这份纯真的秉性 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你就别太过担心了 是啊 你瞧着这小两口的 如今又添了两个孩子 每日欢欢乐乐 生活不就是这样安安稳稳的最好吗 盖叔补充道 二月份的京城 虽然有着丝丝凉意 但春日里的日光照在人身上 倒是颇为舒服的 惊吓拒绝了福伯准备的马车 打算自己步行过去 眼街还可以晒晒太阳 也是极好的 拎着时和的惊吓 走在路上 感受着微风和阳光的触感 心情不知觉都好了几分 脚步都轻快了几许 陆夫人 我们家公子有请你一续 光顾着感受惬意的惊吓 方才浑然没有察觉朝自己靠近的两名男子 但反应过来 他们人已经到跟前了 第一反应 惊吓是有些惊慌的 但到底那么多年的捕快不是白当的 既然他们能叫自己陆夫人 想必就识得自己身份 还敢当街蓝人 肯定是有备而来 你们公子是谁 惊吓沉着问道 陆夫人去了自然就知道了 其中一名深蓝色服装的男子说道 惊吓轻喝一声 喝 连身份都不敢表明 我凭什么跟你们走 若是陆夫人不配合的话 就别怪我们动手了 等等 我跟你们走可以 只是我给陆大人要送的饭菜还没送去 这时间已久 怕是我们家大人要来寻我的 可否等我把饭菜送过去再说 倾吓打着商量 自己久未动用身手 未必会是这两人的对手 陆夫人可真聪明 你是当我们兄弟二人傻呀 让你送完饭 等着你那锦衣卫的夫君来抓我们是吧 少废话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深色服装的男子没耐心的说 这话一出 惊吓算是有了猜测的方向 他们的目标看似是自己 其实应该是陆毅 而且对于陆毅 尚且有着几分类似畏惧的成分在 那么又究竟是何人呢 哎 这位大哥 你别急吗 我不送 我托个人送过去总可以吧 不然等不到我送饭过去 陆大人一样会出来找我 岂不是一样添麻烦对不对 惊吓又说道他们兄弟二人对视一眼 想想也是这么一个道理 也就同意了惊吓的提议 不过不是让惊吓找人 而是他们找了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过来 小朋友 你帮姐姐把这个石盒送到前面 一个叫北镇福斯的地方 然后让他们给一个叫路易的哥哥 就说姐姐去买糖葫芦给孩子吃 不能给他送饭了 姐姐就把这串糖葫芦给你好不好 惊吓蹲下教着那个小孩子 快点 磨蹭什么呢 那两名男子不耐烦的催促 马上就好了 惊吓转而对小朋友重复了一遍 记住姐姐说的了吗 那小孩子点点头 结果惊吓给的糖葫芦 好了 我跟你们去见你们家公子 起身的惊吓 看了北镇福斯的方向一眼 也不知道这小孩子能不能把话带到 毕竟北镇福斯门口的守卫那么严肃 未必会听一个小孩子的话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两个大哥 你们这是要带我去哪呀 惊吓被他们原地带走后 没走多远 就上了他们安排好的马车 也不让他往外看 让他根本不知道此刻自己身处何地 两名男子对他的问话 充耳不闻 马车还在一直往前走着 按照惊吓以往寻接的记忆 加上此刻马车的车程来算 惊吓预计他们这会儿已经快出城了 这么长时间过去 也不知道路易能不能跟上来找他